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姜姐姐是如何看出来的 你们两个一个冷得过分一个又热情得过火 她是半个字也不说你一晚上嘴巴就没有停下来过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天我和你西城哥就要去姑苏 你们两个这样让我们如何能够放心 姜艳离无可耐的叹了一口气 看来问题处在自家这个偶尔不大靠谱的弟弟身上 这也不怨我 就是中午蓝战去工作室找我的时候 为无限委屈巴巴弟向江艳离控诉蓝战的罪行 说到气头上 还要凶巴巴地送给自家大白菜两个眼刀 若是眼神能有实质 他家大白菜恐怕早就变成了饺子馅 你呀 就是让旺姬给宠坏了 换位思考一下 若是你去找旺姬 一推门就看到他与别人身体纠缠不清的待在一起 你会作何感想 我知道你和聂公子他们情同手足 不比与阿诚的关系差 但是 你和旺姬在一起之后 你就要避嫌 若是旺姬看到 你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还能无动于衷的话 就只能说明他不是真的爱你 阿诚 忘记不善言辞 可你也不能仗着人家说不过你就到达一趴 他又不会说 有什么事只能闷在心 你如此欺人太甚 就不怕他憋出个好歹 被江艳离开导了一通 魏无羡突然觉得 自己的确是有点不识好歹 不行 必须把自家大白菜给哄好了 万一真的酸出点别的毛病 或者是把人家祸祸一遇了 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蓝湛 吃苹果吗 别看这个苹果其貌不扬 里面又脆又甜 吃不吃 我给你弄一个 嗯 对于自家小金猪的突然是好 差点被掩刀剁成饺子馅的人 瞬间感觉心情大好 唇角在他再三的压制之下 还是有了一抹弯弯的弧度 魏无羡向来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一件自家大白菜多云转情 立马把之前的不愉快 抛到九霄云外 没开眼笑地坐在蓝湛身边 十分狗腿地帮人家现场加工苹果 呃 蓝湛看着他家贤惠的小金猪 微微侧过头去 好在众人都围在兄长和嫂嫂身边 没有人注意他们这边 小金猪 削皮刀就在手边 你是不会用吗 给 快尝尝 好不好吃 在蓝湛无所适从的木凳口呆中 一个被魏无羡啃的 坑坑洼洼的苹果 带着魏无羡满满的爱 递到了他的手里 怎么 嫌弃啊 见蓝湛迟迟不肯接苹果 两处危险的小火苗 藤地一下 在魏无羡眼睛里燃气 没有 不等小金猪炸毛 蓝湛眼疾瘦快地接过那个苹果 咔嚓就是一大口 自家小金猪是个什么德行 蓝湛心里在清楚不过 敏感 敏感又傲娇 只要自己稍有迟疑 他一定会自尊心受挫 单方面认为自己嫌弃苹果上 真有他的口水 急而联想到金金的时候 蓝湛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 不是 小时候貌似给爷爷啃过一回 这是我长大之后 第一次给人啃苹果吃 第一次啊 意义重大 你要好好珍惜 魏无羡故意把第一次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别有深意的小眼神 邪悠悠地瞟了蓝湛的核心地段一眼 嗯 蓝湛被他盯得耳垂微微一红 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小家伙 你的每一个第一次 我都有好好珍藏 从初遇到初吻 再到真正的第一次 都清晰如昨地保存在脑海 蓝湛 下次有假期的时候 我们再去外国过的重游 旧梦重温一下可好 那个时候太年轻 一些事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我想回去 重新提音一把 好 当时年轻 意识冲动之下 或多或少还是会留下遗憾 有机会弥补 自然是再好不过 日后的婚礼 若是定在二人出狱的地方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怎么会来的吗 你怎么会来的呢 你怎么会来的呢 我们这次要有什么事 又是一个不错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